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商情 我是静贤 带您来关注到今天的焦点 在今年呢 比特币可以说是面对到了严格的监管 但是反而是越挫越勇了 价格可以说是一路飙升 那面对到将要出现的泡沫和可能会引发的风险 比特币或将会迎来新的全球监管潮 从今年年初开始 比特币价格已经上涨超过1700% 引起大众对比特币市场出现泡沫 并可能破裂的担忧 在多个国家各自出手监管后 虚拟货币引发的风险也即将走入国际层面的讨论 近日 据法国媒体LCI报道 法国财政部部长勒梅尔称 他将向新一届G20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提议 在明年4月的峰会上将比特币监管作为讨论议题之一 今年以来 伴随着价格的持续飞涨 比特币市值接连超过奈飞 大摩 通用电器等知名上市公司的市值 除了泡沫本身带来的投机风险外 交易的匿名性也引发各国对比特币用于洗钱 以及恐怖融资活动的担忧 在高盛看来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 比特币虽然涨势迅猛 但机构投资者很难进入比特币市场 很难取代黄金 对于勒梅尔这一提议 德国 意大利表示欢迎 彭博援引德国财政部表态称 在国际层面讨论虚拟货币的投机风险是有意义的 意大利财政部部长也称 乐意就勒梅尔的提议进行讨论 欧盟成员国和立法机构 以同意建立更严格的法规 以防止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平台上 出现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的问题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永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 涂国斌先生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你 你好 我们来看到因为这个比特币的期货的推出 现在导致这个比特币的市场非常的疯狂 我们看到现在的价格已经是突破了两万美元了 比这个可以说前两周都要突破更多的一个这样的价格 上涨了很快 好像是做火箭一样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如果跟这个期货挂钩的话 它当初一定是有杠杆的 而且可能这个价格上去就不可控 你怎么来看接下来这个比特币 有没有可能会更加的疯狂呢 我看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事情 一个是一开始它怎么走出来呢 就是很多的新经济里面的人 他们觉得传统的中央银行的角色 他们不太满意 比方说很多的政府可能他们用钱的时候呢 不太小心 然后需要别人去买单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在不同地方的中央银行的角度 也许也有这个因素存在 所以呢对于投机人来说 如果你看这个是一个货币的实际的购买力的时候呢 跟过去几十年去相比的时候 也有这个发现就觉得很多时候 这个通胀实在是太厉害了 反过来为什么通胀那么厉害 肯定是因为货币供应太多 为什么货币供应那么多 就是政府用钱没有这个法度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大部分投机人都需要跑赢这个通胀的时候呢 反过来也做成为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数码的货币 也有他们生存的空间 当然在过去十年 我们看大部分的具体实用呢 基本上都是看这个地下的经济 或者是有一些灰色的地带 不是很传统的这个空间 但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接受这个方面呢 我觉得在全球作为一个现象 是无可避免的 你看现在它的这个价格大的波动 说明是有一部分的人 现在慢慢去跑进来去尝试一下 看一看是什么一回事 也有一些一部分可能是 这个心态方面就是赌博一样嘛 反过来没有什么选择 可能就是看一看 你可以涨到什么地步 我觉得也有这个想法 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规范的 一个期货的市场里面 去做这个比特币的时候呢 反过来是比较好 为什么 如果完全是没有期货的时候呢 你加入的时候 只能够单方面去加入去买入 你首先需要买入 然后才能够卖出 这个是传统的这个游戏的规则 但是如果有这个期货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首先买入 你可以卖空都可以 我觉得两个方向都可以做的时候 也说明了为什么过去一两天 它的价格在期货市场里面 不停地在一个大的波动的区间 说明很多人 他们有这个兴趣去参与 他们参与不一定是对这个比特币 有这个乐观的情绪 反过来可能有一部分是看得非常悲观 他们觉得在这个虚伙市场里面 他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一年吧 这个波动的情况 也许我觉得是应该是 唏嘘下去的这个机会 还是这个大的概率 是 就像您说的 可能之前这个比特币 必须要先买入 但是现在这个游戏当中 就多了一条规则 你可以不需要先买入 所以就像您说的 很多人就非常乐意参与其中 那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这个美国市场 可能疯狂的人会超多 非常的多 那么在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来说这个英国 因为现在这个英国的金融监管局 就表示说 就跟刚才您提到的是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投机比特币 跟这个赌博是一样的性质 说这些这个投资者 或者叫投机者 要小心可能有一天会进行这个 就真的就全赔了 你怎么来看这个比特币 当中蕴含的一个风险呢 风险是怎么去看呢 首先它是不是一个 真正的这个投资的标底屋呢 或者是它只不过是一个赌博的工具呢 我们要看清楚 原来的包装 它是一个货币 怎么样的货币 如果说货币的定义 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人 我们接受一个工具 方便我们去做这个交易买卖 去做一个计算的这个 度量的这个标准的时候 它可能不太合格 为什么 就是说它如果平常 我们看到价格不停波动的时候呢 我们平常做交易 可能用怎么波动性 那么高的一个货币去做交易 这个是第一个 但是也不能排除 在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 随着电子货币 或者是新的经济 它们发展的时候呢 有可能越来越多人 接受用这个标准的时候 反过来 它能够接受的时候呢 就成为一个货币 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协接 一开始就是 大概两万一千多万 这个币特币 它的总的供应量就是这个 如果根据我们看 这个经济学的原理啊 有一个固定的供应的 这个货币的时候呢 最后肯定出现了什么情况 就是以前我们只不过用白银 或者是别的这个金属 去做这个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的不但是 不但不是这个通胀的情况 反过来是通缩的情况 通缩的情况对我们 肯定不是好事 所以现在我们看很多 中央银行 无论说是从欧美市场里面 或者是亚洲地区 他们对这个事情 都看得非常保险 一个方面就是 你新出一个行业的标准出来 跟他们去竞争肯定是不好了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 如果真的很多人去用这个工具的手 对我们的经济反过来 也有一个非常利控的情况 就是通缩的情况 第三个就是它中间的过程 我们慢慢容许它发展的时候呢 也有很多的投机人放钱进去 然后归掉了怎么办 谁去赔付这个钱 我觉得几个问题 我们不能够不看清楚 它的这个风险所在 就是说到这一次的 这个投机者当中 除了这个美国是情谊之中 我们当时想到 另外一个就是觉得 很奇怪的是 一向以这个保守著称的日本人 也就是这个渡边太太 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两个月之内 有40%的交易 是用这个日元来进行交易的 那就像刚才我提到说 这个渡边太太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日本人当中 尤其是这些家庭主妇 非常喜欢用这个自己的日元 来投资海外的市场 和海外的资产 而且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日本人自己 对于自己的股市的兴趣 好像不如投资外汇这么大 这么强烈 你怎么来看这一点 其实在过去差不多20多年 当日本的经济 从这个泡沫的情况爆破以后 然后越来越明显 这个当地的投机人 他们对股市企业方面的 这个看法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乐观 然后他们看还有什么 就是房地产 他们的房地产也不怎么样 只不过能够容许 他们很方便的用一个电子化的 这个工具去做 就是外汇方面的这个厂作 其实已经持续可能十多二十年了 当然一个方面是因为 外汇市场对全球性来说 是最公平的 它的深度足够 它能够容许在不同的 这个配搭方面去做 你日元跟别的主要的货币 很多交易的工具 买卖的方向都可以做 相对来说 股票可能也有比较多的这个麻烦 一个方面就是交易的佣金方面 可能是成本 税金 很多很多的事情 更不要谈这个房地产了 所以越来越多日本人 他们对这个外汇市场 有这个兴趣 当然我觉得它也有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把它的杠杆 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我们看成为一个赌博也可以 所以这个游戏对他们来说 也有这个吸引力 尽管他们看起来是比较保守 但是他们在某一个程度里面 某一个空间里面 他们可以容许的赌博性也是挺大的 就是这个激进和这个冒险的这个性格 其实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说在这个激进者的这个眼中 肯定像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像这个以太币 是可以像说做火箭一样的 这么一个快速的上涨的态势了 那么可能在他们眼中的话 像股市啊房地产啊 我们平常都说老百姓在说 哎呀这个房价涨得太高了 太快了 可能在他们眼中觉得说 这个都是蜗牛般的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来说说在这个传统的投资当中啊 其实您建议这个投资者 在2018年的时候 可以关注哪些这个传统的经济 或者是传统的投资的产品呢 2018年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就是怎么随着全球经济复苏 然后中央银行慢慢把过去 两块换送的这个非常会的这个举措 慢慢的退市 慢慢的缩表 然后加息步伐 慢慢的加坏这个力度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 然后基金从债券市场流出来 然后去哪里呢 就是去股市 因为股市在过去一百多年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正常的时候 企业能够赚了钱 然后把他自己的这个基金成本 都可以弥补的时候呢 肯定是好的 然后这些企业方面 最好的都跑进这个股市指数里面 所以呢股市指数长远来说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当然在过去几年 我们看的是一个非常世纪里面的非常手段 很多人首先已经在美股方面去投进去 然后有一部分坠落后的 在欧洲的股市 然后今年我们看2017年 在港股方面也有 但是我看有时候 为什么它是越上越高了 因为我们看盈利增长是好 如果盈利增长 这个基本面不好的时候 多么便宜都不需要买 这就是这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看基金从债券市场流出来 买股票 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些没有利息 可以做一个收入的 比方说实体的这个黄金 或者是别的一些商品呢 我们需要比较小心一点点 他们的供需的关系怎么样 如果他们有很长大的这个需求的 这个存在的时候还可以 比方说实体经济复苏 然后拉上对这个实物方面的需求 但是我看现在尽管全球的中央银行 都可以慢慢的收紧货币政策正常化 但是不代表他们能够回复到 2003年到07年当时候的这个荣景 我觉得现在还是没有当时候的这个环境 没有那么乐观 没有中央银行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非常小心 比方说黄金的价格 我看还是在一个大的区间里面 做震荡徘徊 第三个我觉得肯定需要看清楚 这是房地产 我觉得长远来说 房地产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如果你不是渡边太太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房地产比的好 做一些 还有如果你真的需要做一些新的工具 比特币或者是什么的 你能够把这个风险管理做的好 肯定需要把这个注码放得最小最小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 好的 谢谢Mark的分析 那我们也是稍作休息 待会儿好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